經常翹頭 經常彈射離合的小夥伴 肯定很熟悉 兩根手指握住 捏 放 這兩根獨角架是我一直在使用 也非常喜歡的獨角架 都是來自洋蔥工廠的獨角架 右邊的這一根是他的老版本 左邊的這一根是他的新版本 他們最吸引我的點 也就是他們的賣點 就是他們的一鍵升降 老版本是用班扣 按一下 要兩隻手按一下拿出來 扣上 對不對 快速升降 他們所謂的一個飛縮系統 的確也是挺好用的 然後右邊的這個 哇那就更高效 你知道吧 用獨角架去拍攝就更高效了 這裡有一個離合器 經常翹頭 經常彈射離合的小夥伴 肯定很熟悉 兩根手指握住 捏 放 就完成了一個升降 去拍很多商業視頻 需要拍一些快速移動的紀錄片 宣傳片 你經常會有一個負機位 是做一個固定機位 我現在在這裡拍 拍完之後 我要快速的轉場 我就拿起來 需要那個地方 啪 放下去 然後彈射離合 拿上來 就可以繼續拍攝了 然後 經常我的第二點就是 他粗壯的外觀 都是用碳纖維鍵 來製作完成的 所以他在具備 稍微輕量化的同時 還是非常的堅固 那麼他們這個 舊版本和新版本 還有什麼不一樣呢 來看這邊 舊版本它是向下鎖指的 所以你要把它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板拿出來的話 是向下抽 拿出來 OK 下面也一樣 向下一拉 拿出來 裝上去也要向下拉 你無法 這樣子 插下去是沒用的 還是要向下拉 它的優點就是 比較穩固 然後新版本 這個Pro版本 上面 PUSH 這兩個 按住 拿出來 放進去的時候 按鈕就不用按了 直接 下面也是一樣 兩邊 按鈕按一下 裝上去 啪 那腳身部分 其實看上去好像是一模一樣 上面的鎖指裝置不一樣 然後下面就是一樣 然後我們如果說要 非常低矮的腳架怎麼辦 我們只要把上面這一層 也是這樣子 通用的 就變成一個 地鍋的模式 全裝上的話 這個距離 到這個距離 中間的這段距離就浪費了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 買多一個 它的這個專用的這個快裝頭 把它裝 它下面是1 1 1 2 2 你只要把它裝到一根 你在網上隨便買的 碳纖維的 兩截伸縮管 就OK了 看這邊 上面我還是放著一個小雲排 對不對 那我就補充了這裡的高度 所有的獨角架廠商 其實是不 不提議 你離開這根獨角架 因為它 畢竟是獨角架 不是三角架 很容易會 會倒的嘛 但是 耶魯哥哥還是想離開這個獨角架 因為 我想帶他去模擬 那我準備去買一個很厲害很大的 ADV車型 你如果去旅拍的話 帶他的確是 又長又重 不太方便 但是你如果去自駕遊 去模擬的話 找到一個好看的地方 哇 這裡山水好漂亮 然後直接 撐下來 對不對 直接拍攝定點 就很適合了 它這個腳撐已經很大了 對不對 你其實放著相機 放上去是問題不大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帶出去自駕遊的話 它腳撐可以再大一點 是不是更好呢 當你把圖紙設計完之後 你就可以發到打印機的 切片轉鍵裡面 然後切片轉鍵切完片之後 就可以發到3D打印機上面進行打印 這次我使用的是 世界的天花板級別打印機 來自拓竹的 XECC 也就是帶有 兩個MS連攻系統的一個 3D打印機 這台打印機就非常棒 這個連攻系統 除了可以打印多色之外 這個耗材格的耗材用完之後 它可以馬上過激到 另外一個耗材 也就是無線的連攻 像我們的噴墨打印機一樣 一個連攻的系統 那麼由於我們這次打印的是 兩套 也就6個 一共是12個零件 所以打印的速度 就算你這台打印機 每秒可切到留600毫米的一個速度 也是稍微有點慢 雖然它已經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拿出另外一台 拓竹的3D打印機 OK 一台全新的拓竹 P1SC 師叔同盟 這台是拓竹民用級別的頂配版本 那這一台就是拓竹 民用級別的4頂配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開箱 然後來做一次同時打印 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硬化缸的 經過了非常短時間的打印 我們就達到了3個 延長腳撐 我自己設計自己打印出來的 兩個版本都是可以使用的 首先我們把它插進去 把這塊卡板也插進去 OK 上這個高度 基本水平啦 是不是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打開 裝上你的飛縮洋蔥工廠 你會發現它的腳撐 比原來的 會長非常多 長個十幾厘米 那這樣子 你人就真的是可以離開腳架了 我們拉到最高 故意的晃動它 對 啥事沒有 你這樣子 自己底盤更足了 更穩了 抗風力更強了 你出去拍攝的話 既可以把它當成獨腳架 又可以稍微把它當成 鋁拍三腳架 然後它收起來的時候 卡到你的腳架 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直接放到袋子裡面 對 然後這個配色的話 當然我是比較喜歡EVA的嘛 EVA配色這個配色 我基本上很多東西就是EVA配色 所以就做了這套EVA配色的出來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依舊是可以在評論區留言